錄製電腦的操作畫面,我不是要錄MyViewBoard對不對,那各位應該請你點這一顆 你今天上了一整天,對著有點了解,回到這裡來 那接下來就是電腦要開哪一個,錄哪一個啊 我們把軟體開起來,假設我要開Word操作 那就點這裡,好,點這個開始錄 還沒完喔,要點,先測一下聲音有沒有在動,如果你講的半夜沒有在動,表示 沒有接好,那確定沒問題,點這個開始錄影 好,那錄影建議用當前的解析度 如果在YouTube這個比例會比較合適,如果選這個的話呢,兩邊會黑黑的 這個會比較合適,現在都4比3了 那321就開始錄囉 好,各位大家好,我現在示範的是Word的基本操作 那我們現在點插入的地方,點,我不要在這裡 點在這裡好了,這是個機子本,我開個新檔案 要把圖片加進來呢,在Word要點插入,接下來移到圖片 這時候呢,切換到你的工作室在下載區,找到你的圖片 點著它,再來點插入 那圖片進來的時候呢,當然這邊可以調大小 那如果要文字編排,點這裡把它改成這個 圖在上,文字在後 你就可以隨便拉位置了,也可以在版面外 好,來,那介紹完畢的話,點這裡 錄了42秒 好,各位大家好,我現在示範的是Word的基本操作 那點這裡就存檔出去了 那我們現在點插入的地方 先暫停,點這裡存檔出去 來,我們還是把它存檔一下 回到這裡來 這是個記事本,我開個新檔案 在Video裡面 要把圖片加進來呢,在Word要點插入 V2好了,比較好找 按打勾 那都儲存下來了,所以我們開起來看一下 在影片這裡有個叫V2了,按兩下開起來 好,各位大家好 所以現在看到這是我剛把Word的操作過程,整個錄下來 插入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來錄電腦的教學影片 這是個記事本,我開個新檔案 他這個MP4,MP4當然,老師我想再加片頭加什麼Logo 你可以去威力導演做編輯啦 OK